华虎二 福德门就不失慈戒忍辱 可以遮止一切的罪 智慧门由精进的禅定 由禅定的智慧 福德跟智慧 所以我们一生导师有两个道场 一个是福言金色 就是福德庄严 另一个就是慧日向堂 智慧 如日光普照 赴次 不失慈戒忍辱是大福德 安稳快乐 可以得到好的名声 想要得到的 这些世间的福利 得到以后 既得之此福利之位 再进一步要增进 想要得到更殊胜的禅定跟智慧 下面这个比喻很好 比如说我们找井 我们一直找到看到湿泥了 湿泥的水能不能喝 还不能喝 对不对 那只是湿润而已 一个水的像 我们再进一步 转加增进 才得水 那这个在比喻什么呢 这个湿泥就像我们得到世间的福报一样 比如说我们透过不失 慈戒忍辱 得到了一些世间的福乐 好的名声 或者一些福报 但是这个只不过像湿泥一样而已 我们要再透过精进 再进一步得水 这个水在比喻什么 比如说像禅定 或者是智慧 或者是进一步得到解脱 那才是水 这个湿泥在比喻世间的福乐 比如说不失慈戒忍辱 得到了福报 但是我们要的是火 你要湿做什么 我们要的是水 我们要的是你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看到湿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 精进 必忘得火 这个火在比喻禅定 智慧或解脱 所以这个比喻代表说 我们只有修得福德 还不够 我们再进一步 求殊胜的禅定跟智慧 好 下一页 欲成佛道 一共二门 一个是福德门 一个是智慧门 我们修行不失 持戒忍辱 这是福德门 知一切诸法实相 大智慧 这是大智度 这个是智慧门 菩萨入福德门 可以除一切的罪 所怨皆得 所以我们有时候希望 求什么什么 要满什么怨 对不对 但是有的怨可以满 有时候怨 却不能够随我们有求必应 为什么不得怨 以罪够遮固 就因为我们有种种的罪够阻碍住了 所以我们有所求 可是不能够如愿 如果福德深厚 也没有罪够的障碍 所愿皆得 所以修福德也是很重要 修福报 另外入智慧门 入智慧门的话 不厌生死 不乐涅槃 把生死跟涅槃做平等观 这个是大晟的 不像二晟 有时候厌离生死 另外心求涅槃 有时候厌离生死 连世间度化众生 他也急着要厌离 菩萨的话 就可以世间挤涅槃 做平等观 我们现在想要出生 磨合波罗波罗蜜 这个智慧 必须依着禅定门 禅定还要靠大精进力 为什么呢 如果是散乱心 我们就不能够如实的 见诸法实相 譬如 比如说一个强风 那你在上面 燃个灯烛 那因为风大 灯烛飘来飘去 我们要造物 比较不明显 那如果是这个灯烛 在密屋里面 没有风的干扰 明必能造 所以这里 这个密屋 或者是种种屏风挡住 这个在比喻禅定 那这个灯烛 是在比喻智慧 但是我们要注意 真正造物的是这个灯烛 不是这个密室 密室它 只是让智慧能够更加的稳定 明显这样而已 它是一个助援 再来 禅定智慧 并不是用福德就可以求到的 也不是粗略的观察就能够得到 必须要身心精进 不懈怠 这才能够成办 如佛所说 血肉止随 即使枯竭了 只要皮骨筋还在 一样不舍精进 比如像佛 在普利树下 他说如果不成正觉 不其此做 一样 如是乃能得禅定智慧 那得到定慧 这两件事情 则重视接拜 我说好 优优独播剧下